来自日本群马县 早田市的官方参访团 来到位于鱼池采改厂 下方台湾红茶支付 新井跟吉郎的纪念碑 进行击败 大家用清香一支 表达对他的敬意 这次他们来台湾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 那个18度C的毛董事长 又到早田市做访问 那因为有这个 新井跟吉郎先生的这个契机 所以他们这次就是回访 所以特地到鱼池这边来 除了诚信击败 台湾红茶支付之外 参访团也来到 已经有80年历史的 鱼池采改厂参观 并了解目前日内 堂红茶的发展现况 这次参访团的来访 在地人士也希望借这个时机 可以寻求合作机会 鱼池有这么好的这个红茶 那他当时呢 来这边守护这个红茶的 这个最原始的这一个人 我们应该去把他 把这个故事 这个很好的精神 我们也把他带回来 让鱼池香的人 我们大家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很好的观光的题材 议员程兆月对日本早田市参访团表示非常欢迎 更希望因为这次的交流 可以让鱼池红茶再创更好的前景 透过我们这一次 我们鱼池香的红茶之父 新井庚吉朗先生 他们的一个原籍地的一个市长的一个拜访 相信能够促进我们台湾跟日本 整个茶道更加的一个交流 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一次得来不易的这种 远远流场的这种茶道文化的一个远远 大家更加的惜福 然后让彼此的合作更加的能够密切紧合在一起 我相信这能够开破我们整个鱼池香红茶 另一片的一个市场 这次来到鱼池香参访 日本的官方代表都感到收获满满 也因为同乡仙人 辛勤跟吉朗的缘故 让他们对鱼池香感到特别亲切 也希望不久的将来 很快的在产业及观光上有所交流 明星王怀怀 鱼池采访报道 明星王怀怀